大家好,10月25日,星期二早上 昨日的恒指一天跌了過千點,相當兇險 今早上有升有跌有升有跌 見到現在差不多是11點半 最後都給它升182點 現在是11點半 我現在看一看成交是多少 還沒有循環出來 今早上是769億 大家知不知道五日前的騰訊是多少 五日前的騰訊是260元 今天是206元 明顯是中間或是昨日出貨的 一定的 國內跌、香港跌、美國的ADR都一樣跌 因為主要的跌是每個都跌 你看到這麼大的大家股 跌幅這麼大 肯定是大股出貨 肯定是大股出貨 這個不用考慮了 你看到那些公用股跌 公用股跌就沒有關係 譬如你看到中電又跌 地鐵也跌 大家可以看到地鐵跌 中電、地鐵、煤氣 煤氣這段時間的跌 不是之前那些跌 加上一些week市那些跌 就不關今次跌市的 主要公用股跌就是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是你收息 人家的息比你高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人仔跌 人仔已經… 我現在看看多少 今早我見過7.3%多 現在剛剛是7.3% 有傳中央是離岸想干預過人仔跌幅 但後來無法干預 很正常因為你不夠美金沽 你不夠美金沽就無法干預 很簡單 你都沒有那麼多美金沽 那你怎麼能干預呢 我自己這樣看 我估計俄羅斯、烏克蘭那裡 可能它短時間內 譬如希望今年可以搞定 希望主觀 那實有些讀者留言博我的 說你看看主觀 即是我說主觀 你不同意不要緊 這樣的話 全球的通脹比較舒緩 所有這些東西都有 即是會有些反彈的 那當然你不要期望它反彈回原先的價格 那我想大家拿港股那些 包括我自己 都會進一步減持港股 即是港股 怎麼說呢 即使收息那些都好 你都要再減持 即是我又不是說你拿港股要零的 那你零都行 沒什麼所謂 但是你的比例要很低 即是我不覺得你的資產應該有 有超過10%是港股 我覺得 即是最好是保持在5-10%裡面 你說零我都不介意 你說零的你拿完美股、美金 不過你拿樓都是 那樓就沒得說 一層那些都沒辦法 即是現在的情況 很多讀者留言都說很空險 應該 你問我其實覺得是差的 即是那個情況是 有些讀者都會留言說 都是移民 有些未決定移民的都移民的 這個是你自己的選擇 我覺得是可以的 即你可以選擇 但是問題是怎樣也好 即港股你不應該 即或者我自己也是 我們都已經六成多 或者我自己都已經是美股了 基本上 現在會再減 起碼再減 等它反彈的時候 減多一半 怎樣也有 怎樣也會有 但是你說你拿阿里 或者騰訊 我就不敢說 因為那些不關人民幣的事 那些跟人民幣無關 它的業務主要都在中國 我們今天想講一個話題 給大家一些資料 這次的金融峰會 就會在11月1日至2日 在香港舉行 11月1日至2日 11月1日就會在M家博物館 做晚宴 即是晚上吃飯 11月2日就會在四季酒店 舉行峰會 總共我看資料 就會邀請了200名全世界重量級的金融人才 來香港開會 金融人才 或者是一些Banker 他這樣說 你看這個時間很明顯 就有些跟新加坡是重疊的 因為11月1日就是星期二 即是下星期二 11月2日就是下星期三 好像是新加坡去到三四 他有些政策 0加3可以進食 即是現在已經改了0加3可以進食 香港人是不行的 但問題是我想問一件事 如果現在這樣的狀況 那些人來開會還有什麼用呢 第一 你那個二十大最後的結果變成這樣 第二 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現在的行指一天都可以跌一千點 那我還來你的債券 還來你這裏上市 即是我覺得這個是不是搞笑一點 你是不是應該要在二十大之前 或者二十大之後做一些光武升平的事情 你什麼都不做照搞 那你問我的我來的我都不會 我現在都不會投資 我怎麼敢來投資 大陸 一晚就連底褲 即是如果你昨天這樣的狀況 你一晚昨天已經 底褲都輸了 大陸你輸了一千點 是吧 這個大家看到了 二十大剛剛結束 那行指昨天就卸了一千點 那我看到其實那個韓國的綜合指數 就回到2017年的 那個指數 但是我們的股價就回到1997年 大陸 差了二十年 真是糟糕 對吧 在市場上有很多人說 因為團派 即是共青團 現在已經沒有了 即是在一個 在一個 常委裡面已經沒有了名字 連唯一的胡春華都被拋出來 所以他們會沽貨 我們看到在經濟日報來說 外資由A股撤走179億人民幣 戶心港通的資金 你不排除 大戶一定是大戶 為什麼呢 你可以跌到這樣 這些一定是大戶 絕對不是那些魚毛蝦仔 或者那些衍生工具 絕對做不到 一定是大戶 你不排除外國有很多基金 基本上就是因為信團派而來 比如說他想著會有李克強 想著會有汪洋 想著胡春華會入島 有兩三個 當有兩三個團派的人在裡面的時候 有些政策的事情你都知道 有些政策的事情你都可以收到封 好了 但問題是 如果你現在完全是習派的話 你有什麼都收不到封的 他突然就像滴滴一樣 收了你的皮 你就慘了 這個解釋 其實我覺得也解得通 也解得通 所以那些跟團派熟的外國基金 不要搞那麼多了 沽了貨就穩妥了 所以你看到市民就跌到這樣 其實他昨天主要跌的就是那幾隻重磅 譬如美團 譬如阿里巴巴、騰訊等 這一堆東西其實都是共青團那時候設立出來的 其實這個也不奇怪 那你怎樣阻擋到他呢 他有整個 這裡差不多30億美金 30億美金走 經過互深廣通來走 所以問題是這裡 看到虎虎支撐 現在港股是一萬五千多 剛才我已經說了 如果大家怎麼都會有反彈 一定會有反彈 如果烏克蘭這件事完了的話 這樣的話大家要再減回一些港股 你通常都是拿回一些美元資產 或者離岸 至於你的人你覺得安不安全呢 這個你自己再決定了 因為移民的事情都很麻煩 因為現在也是很麻煩 很麻煩 你看到英國也是這樣 英國也是這樣 很多地方 就是說人仔跌 也不只是人民幣跌 很多地方的貨幣和股市都跌 你看到韓國 韓國的股市跌到你害怕 你看到 你一看股價跌到你害怕 那今天的台股都跌 差不多跌了2% 日本你看到股市沒有跌 但是它的日元已經跌了3%多 1.1%跌下來 跌到1.5%多 除了印度比較好一點 但我想你不會去印度 所以現在也是一個很艱難的局面 這些我留給大家決定 當然有分析說 因為現在中央的習主席再連任 政治局常委裡面 基本上完全都是習家軍 他本身就沒有金融人才 本身就沒有 之前有李克強坐在那裡 有個劉鶴坐在那裡也好一點 現在就沒有 甚至很多是連國務院的經驗都沒有 那接著你如果再搞一些戰狼外交的話 那香港就會受到嚴重拖累 所以那些人辜負正常的 正常的 這一個分析是相當之正常的 這個我們剛才說了 人民幣在岸價跌穿這個7.3% 那離岸價 你不要離岸在岸 他都不會跌 那你說會不會跌到8% 我不敢說 很難說 因為如果你支撐不到的話 你在岸價你可以控制 但是離岸價你控制不到 即是離岸離開了中國的 我是拿8%跟你對 那你對還是不對 對吧 就是這樣解 你在岸的 譬如你在中國裡面的 或者香港的 你能夠用行政去控制 那這個可以 但是你離岸那個 你控制不到 除非你不跟我做生意 你一天夠美金 你夠沽的就頂住了 你頂不到的話 那你離岸 我離岸 我就是跟你用這個對的 那你就不要對 對吧 就看你對還是不對 那所以 你說 人民幣有沒有機會去到8% 不是沒有機會的 你想想多快 6.2%多 我講了一個多月 已經跌到7.3%了 胡錫進 胡錫進 今早突然走出來 評股票 誤讀內地政策 時間會證明一切 市場沒有說對與錯 市場通常都對 是你錯 其實 市場通常都對 通常都是投資者錯 市場不會錯 一定是對的 因為市場是大眾的智慧 你看看剛才我們說的分析有什麼錯 沒有錯的 你現在開這件事出來 它就是這樣 你說不是 現在我變成第二件事 我聽到有很多說 可能會搞政變 利一黨獨大 很難說 現在當你登頂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真的登頂 大家記不記得 很多時候有兩個黨派 或者三個黨派 它會存在很久 即是可以鬥很久都可以 譬如香港建制 泛民這些 它可以鬥二十多年 三十年都可以 可以的 但是你只剩下一個黨的時候 一個獨大的時候 就不熬得久 通常都有個 律榜相爭 如人得利 歷史上是這樣的故事 所以你說登頂 其實有時你登頂 你才是真的頂了 這個應該是陳茂波在中東發過來的消息 陳茂波就說他應該去了中東開封會 正尋求沙特亞美來香港上市 我坦白說一句 大家都明白一件事 你現在港股這樣的環境 誰還來這裡上市 即不是我自己賭自己米 我自己上市 我都不會來香港上市 你看資金池這麼少 嘩你突然間 跌成千點 然後你裡面又內鬥 最慘就是內鬥 最慘就是政治擺進去的經濟裡 其實沒得玩 沒得玩 坦白說如果沙特亞美 即是中東的 他公司是有實力的話 我就去新加坡 或者去美國上市 沒問題 即是他們跟美國的關係都不差 那為何要來香港上市 我想其實陳茂波說的時候 剛剛跟別人的封會說 你香港突然間這樣跌一千點 我想他都即時面上無光 大佬 嘩你的市是這樣的 你還來我們的金融峰會 叫我來投資 你不就是找我販 你想想想 如果之前 郭博士 李慧琼那些去 去那些東盟 人家來投資 買了你的股票 或者債券 就糟糕 所以你就看到 政治局勢不穩定的話 沒有經濟的 玩不到經濟的 誰敢來投資 是不是 我有啊 我寧願去美國 或者去新加坡 雖然新加坡現在的規模小 比香港小 但是人家最少政治穩定 是不是 你政治穩定 經濟才穩定 你政治動盪 經濟如何穩定 他還說了一個什麼 習主席是二十一世紀的毛澤東 那你那些人還不走 說這些人是傻的 對不對 我寧願你講人民領袖 人民領袖 起碼好聽 你說一世紀的毛澤東 那些人還不走 是不是 神經病 那些人做宣傳 別那麼瘋了 高盛 就估計中國的清零 至少去到2023年首季 我想它基於一件事 就是說 今屆 就是新一屆的二十大 會是明年的三月才開始 我想它是基於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 接近零 如果大家在國內有看 那些國內的影片 或者國內的朋友 很多人已經是拿不到錢 就是你的銀行卡有問題 或者是你去到約談 你只能夠拿你的份工資 不能夠轉錢 也都不能夠拿多過你每個月的工資 甚至有些人的戶口是被人凍結的 不知為何 那麼問題在哪裏呢 一個問題就說幾個問題 第一件事 房地產 因為大家知道過往的 就是中國的銀行 它有一百元 它借了一百二十元出去的 台面上你看不到 那麼現在所有房地產都爆了 那會何來有錢呢 第一個 第二個當然是被黨拿走了 第三個當然是清零 是不是 那不是那些大白 你看到營國幕的大白 那些錢是怎樣來的 那些疫苗錢是怎樣來的 那些檢測的錢是怎樣來的 是不是 你只是這三個因素 它怎能夠讓你的清零重開呢 你一重開它便知道 那你重開為什麼銀行又不重開呢 現在它說銀行不重開 或者是那些分行 只有一個人做事 你如果去銀行拿錢 你分分鐘就要排三個小時 因為疫情 那沒有了疫情怎麼做 沒有了疫情 那些人會反了 如果連那個養老金都沒有了 大家不要想著 現在那些人還可以再在中國行文革 走不了 這是不同的時代 現在中國已經在行文革 你試一下現在的清零再延續多一年半載 我想全中國都是四通橋 我告訴你 我相信四通橋那個不是什麼政變 是人民真的頂不住 你試一下現在的清零再多一年半載 我相信整個中國都是四通橋 那時候就不知發生什麼事 我不希望走到這一步 大家在香港都要自求多福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聽到蘇絲網都大腸癌三期 不是很大的蘇絲網67 但我是十多年而已 割了腸 現在等化療 今早上聽到大家不知懂不懂羊群 一個老氣骨 88歲 年半之前有膀胱癌 今早上在美國的洛杉磯逝世 中年88歲 大家都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特別現在那些食物鏈的問題 很多都有一些癌症 死也不要緊 其實我經常覺得死也不要緊 一個也要死 但最慘是辛苦打針等等 但我看到蘇絲網都很樂觀 其實他很樂觀 四處去吃東西等等 希望他盡快好 手術做完 等化療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中國民心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